近日,河南省西川县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盗窃案。 一名五旬男子竟然戴着人皮面具进行犯罪活动,实施入室盗窃,将近三万元现金,悉数被盗。 警方在调取视频监控时意外发现,嫌疑人的面貌全部是一张假脸,这个充满科技与狠活的人皮面具真的让人毛骨悚然。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,他为了逃避监控的监视,在网络上购买了一张乳胶人脸面具作为伪装,以此来实施犯罪行为。 目前,嫌犯已被依法刑事拘留,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。